如果你一直是放风杯 那该多好 小九 你别走呀 等等我 小妖嘴里叼着没吃完的烤兔 说话含糊不清 一边手忙脚乱的灭火 一边背上被篓 赶紧追上香柳 小九 别生气 我开玩笑的 香柳扭动着 蛇尾往前游走 不理小妖 你等等我啊 小九 我错了 错了还不行吗 小妖追得气喘吁吁 香柳停了下来 小九 我错了 我保证 我从今以后再也不说给你找母蛇的话 香柳这才摇摇头 转身爬到了小妖肩上 请小九大人笑纳 小妖谄媚的地上一块撒了毒药的烤肉 香柳傲气地撇了撇烤肉 一个舌头一口将烤肉吞食入腹 既然小九大人都接受小女子的道歉了 那咱们就走吧 小妖笑颜如花 眉眼弯弯 一身粗布衣裳 竟眉眼了她眼里的芳华 香柳正正看着小妖 有一瞬间的愣神 她不是她 香柳甩甩头 告诫自己 自己竟又把柳儿挫荡成了她 但是柳儿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让她修成人形呢 难道是想让她当她的妖奴 妖奴 香柳眯着寿眸 眼里闪过一丝狠力 这个痴心妄想的女人 等她恢复人形 满足她一个愿望 报答了她的照样之情 就离她越远越好 寒风凛冽 小妖拄着拐杖 艰难地在风雪中朝昆仑深山一步步走去 头发上 凹子上 睫毛上都附了一层白白的雪 身后的雪地里留下深浅不一的脚印 渐渐也被雪覆盖 了无踪迹 春天快到了 昆仑山竟然还在下着鹅毛大雪 香柳被她装在兔皮做的口袋里 防风又保暖 蛇会冬眠 所以应该也是怕冷吧 不然香柳怎么会缩在袋子里不肯露头呢 还好她提前把猎到的兔皮做成了袋子 刚好能够容纳这条小九头蛇 香柳趴在袋子里 九张脸身无可恋 如果要她把带着九个兔毛披薄的头露出来 她宁愿缩在袋子里冬眠一辈子 小九 前面有个山洞 我们去里面避避 明明她自己灵力低微最怕冷 脸都已经被刺骨的风雪冻得通红 但她却一直将香柳紧紧护在怀里 用体温让她更舒服些 山洞里 洞顶坠满了冰柱 没有了寒风的侵蚀 小妖觉得暖和了许多 可惜 没找到干柴 生不了火 小妖只能将旧穿被血水浸湿的鞋袜 小妖放下被篓 解了凹子外罩铺在地上 盘腿坐下 强行把香柳从兔皮袋里拿出来 放到大腿上 把仅剩的唯一一块兔肉递到香柳嘴边 来 小九 补充体力啦 小妖眼瞼上的血还未融化 小脸鼻子通红 对着香柳 展开一个干净温暖的笑容 她又从怀里掏出一张硬柄 艰难地扯了一块咀嚼 香柳的瘦眸一身 晦暗不明 她没有张口吃掉那块兔肉 只是默默顺着小妖的腿滑下 灵力扫过 衣物瞬间变得温暖干燥 小妖感动地摸了摸香柳的舌头 嘴里还包着一嘴硬柄子 撑得两个腮帮子鼓鼓囊囊 竟然还有点可爱 香柳的舌嘴似乎扬了扬 借借你 嚼酒 小妖随即把兔肉递到香柳嘴边 香柳一口吞掉 竟然还是温的 没有吃到肉的几个舌头吐着杏子 互相呲牙 吞肉的那个舌头猛一回头 露出獠牙 妖童出现 其他几个头瞬间捏了 小妖忍不住扑吃笑出声 她想起 自己曾经不怕死的问香柳 你说你九个头怎么长的呢 是横长一排 还是竖长一排 或者左右排列 左三个 右三个 你吃饭的时候 哪个头先用 哪个头后用 那时候 她还只是回春堂的文小六 吊儿郎当 只会替妇人治疗不孕不育 而她 是陈荣义军的军师 俊美无仇 一头白发似血 衣服干净到腰衣变态 好像还是昨天的事 却已然经过了百年的沧海桑田 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风雪已停 一轮银月挂在高高的天上 洒落下几缕洁白的光芒 倒使得雪地里面一片的光亮 寒风渐停 皎洁的月光洒进山洞 照在小妖光洁嫩滑的肌肤上 小妖已经躺在外罩上进入了梦乡 寂静的山洞中回荡着她浅浅的呼吸声 月光下 小妖怀里的向柳妖童皱线 九个头齐齐竖起来 像是警惕什么入侵 九个头上的披薄兔毛 在风下疯狂浮动 九头舌尖一样窜出洞外 几声猫叫似的哀嚎过后 一切归于平静 小妖还在熟睡 一件白色外袍被灵力包裹 缓缓落在小妖身上 洞口月光下 玉立着一个挺拔的背影 她背力着手 一身白衣仙尘不染 高贵不容侵犯 她的衣角被风微微仙动 雪白的发丝在角月下泛出荧光 沐浴在月灰下的五官 俊美无仇 小妖是被肉粥的香气叫醒 金灿灿的阳光照在洞口 经过白雪折射而去 洞内瞬间变得正亮 洞顶的冰柱也闪烁着耀眼的七彩之光 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 二人呼吸间喷勃出团团绵软的白雾 香柳一身白衣 脸上依旧戴着九命香柳曾经佩戴的冰面具 动作缓慢优雅地搅动着篝火上的肉粥 你你你 小妖精的往后仰 连话都没说完整 她的心脏砰砰狂跳 她真的回来了吗 还是自己又在做梦 自从香柳死后 她几乎每晚都会梦到他们过去的事 一件件 一桩桩 一幕幕 和香柳 和防风被相处的过往 如幻影树在梦里轮番回放 直到最后一幕 像流满身鲜血 像是一只破碎的花 孤零零地躺在洁白的雪地里 孤独 哀伤 又凄凉 几乎每一夜 她都是哭着醒来 但自从找到香柳残魂 她已经好几年没梦到往事了 小妖偷偷用力掐了下自己的胳膊 思痛 她皱着眉眼轻呼 小妖呼地反应过来 煞时间 她呼吸微醋 心脏急跳起来 呆呆盯着眼前这个不识人间烟火 超凡脱俗 俊美无仇的男子 眸光里不断涌现出激动 高兴 难以置信 纷繁复杂的情绪 清澈的眼眸里 易蓄起朦胧的雾气 怕了 香柳没看她 嘴角微勾 似笑非笑 语气平淡 声音里变不出情绪 她用灵力凝成一只透明的冰碗 慢条丝里地成了一碗肉粥 小妖用力摇头 不怕 她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喉头却仍然涌出阵阵酸涩 她愣愣接过香柳递过来 用冰碗成的肉粥 对上香柳眼睛时 立马别开脑袋 默默地吃起来 小妖无数次幻想过 香柳恢复人形之后 她应该和她说些什么 可是当她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时 那些演练了无数次的话语 却一句也说不出口 香柳轻笑 也不怕我下毒 香柳的话轻轻飘出来 小妖不慎呛了一下 壳的脸有些红 可嗨嗨 你是小九 所以 你不会的 小妖调整好呼吸 声音里有丝 饥不可查的哽咽 你怎么确定我就是 小九 小九 是的 她现在已经不再是九命香柳 从前的九命香柳已经战死 小妖指了指地上整整齐齐的九个小小的 圆圆的 兔毛做的饱暖披薄 那是她一针一线 做了好几个时辰的成果 她不善女工 做得很费力 手指还被扎了几针 小妖一做好便迫不及待给香柳的九个脑袋 一个脖子上套了一个 也不顾香柳想要吃了她的表情 自顾自地便欣赏起自己的杰作 剩下香柳九个 带着兔毛披薄的舌头在风中凌乱 香柳想把披薄扯掉 却在看到她手指上的针眼时 默默缩回了自己的獠牙 香柳顺着小妖指的方向看去 想起 自己带着兔毛披薄的样子 脸上一阵清黑 小妖看到向柳酝怒的表情 缩了缩脖子 见她没继续说 小妖也拾去地闭上嘴巴 香柳骨节分明 白皙纤长的手指握着冰勺 优雅地给自己盛了一碗 肉粥冒着腾腾的热气 香柳微微吹了吹 如烟的白雾随着气息一卷 随后又四散而开 香柳正欲入口 一只素白的手突然窜到她面前 手里还握着一个黑色瓷瓶 香柳望着眼前嘴角带笑 眼神清澈的柳儿 竟有些像清水阵的文小六 香柳有一瞬的失神 香柳柳 优优独播剤